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首先 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 下令解散两家外国公司 这两家公司分别是 BlueVac Technologies Inc.和Pigani Technology Inc. 据了解 这两家公司需要 立即停止在加拿大的所有业务 但具体的安全问题和投资细节尚未公开 加拿大政府强调 当外国投资威胁到国家安全时 他们将果断采取行动 接下来 我们把目光转向纽约布鲁伦 在一处住宅内 发现一对男女头部中枪身亡 警方怀疑这是一起谋杀 自杀案 目前尚不清楚两人之间的具体关系 警方在现场找到了一把枪 调查正在进行中 这起案件让当地居民感到震惊和不安 警方呼吁知情者提供更多信息 最后 瑞士日内瓦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再次拒绝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示威大会的提案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表示 这标志着个别国家 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图谋 再次破产 中方强烈谴责这些国家的行为 并敦促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加拿大之声 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 命令两家中国公司 BlueVac Technologies Inc.和Pigone Technology Inc. 立即停止在加拿大的所有业务 根据创新科学和工业部的声明 这一决定是基于加拿大国家安全 和情报部门的审查结果 创新部长商鸿飞表示 加拿大欢迎外国投资 但当投资威胁到国家安全时 政府将果断采取行动 虽然声明未提供具体的投资细节 或安全问题 但据悉BlueVac Technologies 是一家无人机防御设备制造商 而Pigone Technology 则生产无限仪器侦查产品 这两家公司均由贾俊峰担任董事 且在本纳比的一个工业园区 设有办事处 乔报 纽约布鲁伦一处住宅 发现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中枪身亡 初步怀疑是一起谋杀、自杀案 据纽约警察局透露 警方在米德伍德区埃大道的住家中发现 这对男女 年龄分别为27岁和35岁 均因头部枪伤当场死亡 该住宅位于海洋大道 死者是在厨房附近被发现的 男性死者似乎住在这处房子 现场找到了一把枪 但目前尚不清楚枪击事件的起因 以及是否有家庭暴力史 警方正在进行深入调查 香港电台 在瑞士日内瓦开幕的第77届 世界卫生大会上 连续第8年拒绝了有关邀请台湾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示威大会的提案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代表陈旭表示 这一结果再次证明台独没有出路 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 终将失败 陈旭批评一些国家 出于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 试图通过支持台湾参与 示威大会来制衡中国 他强调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并敦促这些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香港电台报道 安徽同龄市郊区大通镇一座五层住宅大楼 在昨日下午一时许 发生局部倒塌 导致五人被困 当地政府迅速展开救援行动 出动11台大型设备 包括挖掘机和吊车 以及各种电力和供水设备 经过初步排查 确认被困者为一男四女 年龄介乎12至81岁 救援人员从晚上九十许起 陆续救出被困者 并在凌晨一时半左右 成功救出最后一人 将他们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目前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房屋承建商负责人 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受影响的居民 也已全部安全转移 香港电台报道 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在瑞士日内瓦开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讲话 指出全球公共卫生 正面临重重危机 包括超过2000万儿童 未能接种常规疫苗 以及与全球气候变暖 有关的登革热 和其他疾病病例不断增加 今年已有20多个国家 爆发霍乱疫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致辞时表示 全球约有一半人口 未完全被基本医疗服务覆盖 约20亿人因自付医疗费用 而面临经济困难 新冠疫情之前 世界就已经偏离了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与健康相关的目标轨道 现在更是落后的更远 从现在到2030年 必须竭尽全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届大会为期六天 主题是一切为了健康 人人享有健康 与会代表将审议世卫组织的全球卫生战略 及其他优先事项 香港电台报道 安徽同龄市郊区大通镇 一座住宅大楼局部倒塌事故救援行动 取得重大进展 截至凌晨静一时 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被困的四人 倒塌事故发生在昨日下午一时许 涉及五层高的住宅大楼 当局迅速调动11台大型设备 包括挖掘机 吊车等 展开紧急救援 初步排查显示 被困者为一男四女 年龄在12至81岁之间 救援人员从晚上90许开始 陆续救出被困者 并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目前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房屋承建商负责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乔报报道 国上日当天 纽约地区的拉瓜迪亚机场 由于雷暴天气 所有航班在下午一点左右被迫停飞 预计停飞另将持续到下午两点 导致旅客平均延误100分钟 此外 纽纳克自由国际机场的航班 从上午11点30分左右开始延误15分钟 尽管下午一点左右 情况有所改善 但纽纳克 肯尼迪机场和拉瓜迪亚机场的延误问题 预计将持续到傍晚7点 旅客们在这一天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最长延误时间可能达三个半小时 《经济日报》的文章中 切尔提前开始享用端午节的季子早餐 尽管距离节日还有一个多星期 他特别喜欢季子的多样口味 但在减磅期间 选择健康的季子成了他的难题 文章中 作者指出季子制肥的原因 主要在于传统的咸肉剂中 含有肥猪肉和咸蛋黄 以及蒸煮过程中油脂的渗透 尽管糯米本身脂肪低 但其淀粉排列较难消化 容易让人误以为制肥 作者建议切尔与小朋友一起包季 选择健康的食材 如鸡肉 瑶柱 冬菇和鲍鱼仔 或者选择没有馅料的减水剂 以满足他对季子的喜爱 经济日报的另一篇文章中 急症科专科医生蔡正谦解释了中暑 Heat Illness的两大类 热衰竭和严重的中暑 热衰竭是较轻的症状 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 疲劳 头晕等 而严重的中暑 则可能导致体温急剧升高 意识模糊 甚至危及生命 蔡医生提醒大家 在进行户外活动时 要注意补充水分 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 通过详细的解释 和实际的预防措施 文章希望提高公众对中暑的认识 帮助大家在炎热天气中保持健康 经济日报报道 台湾领导人赖清德 在就职典礼上的演说 引发了两岸关系的紧张 北京迅速在台海 发动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 不仅在行动后才宣布 而且还首次加入了陆军 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策略 虽然美国对此表示谴责 但是否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尚未明确 这次事件 无疑加剧了台海局势的复杂性 和紧张程度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经济日报的另一篇文章 探讨了近年来 科学界对逆龄现象的研究进展 2023年发表在 Aging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通过一个为期八周的逆龄计划 参与者的生理年龄 平均减少了4.6年 这个计划包括四大类内容 健康习惯 每日饮水目标 每周膳食和每日补充品 具体的健康习惯 如每周至少5天 进行30分钟以上的高强度运动 每晚7小时以上的睡眠 每日12小时断食 和每日两次10分钟的呼吸运动 作者李嘉敏 分享了他个人的健康习惯 强调这些习惯 虽然看似简单 但需要决心和坚持 才能真正实现逆龄效果 《经济日报》还描绘了 湖南张家界十里画廊 在清晨降雨后的美丽景象 雨后的张家界风林间 雾气缭绕 宛如仙境 景色如画 航拍镜头下的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 十里画廊景区 雾气缭绕的景象 让人仿佛置身于梦中 这一自然奇观 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 成为了张家界的 标志性景点之一 责任编辑叶翠华的报道 让读者仿佛清零其境 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经济日报》 刊登了一则幽默笑话 讲述了一位食人族酋长 命令手下去抓达官贵人 来当晚餐 因为平民百姓的味道太苦 让人忍俊不惊 这则笑话 通过夸张的手法 反映了社会中 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 令人会心一笑 同样来自《经济日报》的 另一篇文章 详细报道了 清一城25周年庆典活动 港铁公司 以其铁路加社区的发展理念 成功打造了 清一城这个多元化的社区 清一城自1998年开业以来 一直与清一地区共同成长 成为居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25周年庆典上 许多嘉宾和表演者 齐聚一堂 共同庆祝这个重要的里程碑 清一城不仅在商业和居住方面 提供了便利 还积极推动环保和社区活动 成为清一居民生活中的 第三生活空间 此外 《经济日报》还探讨了 港人的财务健康问题 调查显示 港人的整体财务 健康得分仅为53.1分 未来财务自由度 更只有47.5分 为了帮助大家实现财务自由 文章介绍了 多元货币储蓄保单的优势 这类保单 不仅提供多种货币选择 还具备红利锁定选项 和无限次更换受保人的功能 适合用于退休准备 海外升学和财富传承 文章详细解构了 如何选择合适的 多元货币储蓄保单 提醒大家 在投保时要注意保单条款 以确保未来规划不被打乱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